有人说这套猴子的出装可能是S31赛季伤害最高的出装 说实话我不信 但是有些粉丝他偏信 为了证明给他看 这套出装不是猴子的最强出装 我就提前设置好了出装和命丸直接开始了这局比赛 睁大眼睛看好了 这套出装表现到底怎么样 我们马上见分下 开局先给敌人杰来一棍 土腾攻击伤害只有176 打他个八九棍还能打掉 敌人杰的一格血 不过攻击速度还算可以 开起二技能又来一棍 又没有暴击只有580的伤害 此时我与敌人杰都残血 我躲进了草丛他失去了目标 但是他没走 直接上去一棍 580的伤害就算不暴击 他也在没拿下第一滴血 1分30秒敌人杰复活回来 理由何谐我们供应他 此时敌人杰已经跃跃欲失 想出来又不敢出来 只要他一出来立马一棍敲上去 1178的暴击伤害 哎 这个伤害就比之前高了很多 普通攻击暴击伤害也来到了360岁 随后继续回头敲一棍 两个普通攻击搞定135斤 再把对面的兵线清了 此时对面的小猫咪来了 先别和他干 我往草丛里一躲 又看见了蔡文姬 此时他们两个强强联合 我又是个残血 但是我存了一棍直接敲回去 二技能敲回去 技能敲回去 大招敲回去 连续四棍 小猫咪就这样被我敲死 随后再连两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普通攻击残血反杀 两人我的天 五分钟我从西亚路赶往河道就看到了对面的人员上去就是一棍 然后开启大招 暴击1762弄死射手 接着蔡文姬还搁这辣普通攻击870 二技能强化普通攻击1987的暴击伤害 我的天 伤害五分钟多已经接近2000 我开始有点相信我们那些粉丝所说的这套出装有可能是最强的出装了 九分钟我来到了上路经理着兵线直接去上路的高地 见敌人节上去就这一棍 2275的暴击 两棍他就嘎了 接着二技能再来一棍 一技能来一棍连人带他 我们一起收 泰文姬想跑直接给他一棍 我的天哪 三连绝胜 冥冥之中在召唤 回到下路再来一棍这对面的小老虎一棍那就是2584的真实伤害 我的天哪 这一波我们五连绝世了 竟然理性趁现在也把塔给推了 这一波简直配合的相当的完美 我五杀他推塔 伤害2580 伤害只能说是高 两棍秒是少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